一样是我们中视新闻独家镜头要来关心的是我们的环境 带您从地面来关心 在台南洛尔门这边有一片被大家遗忘的土地 60年前台检安慎厂偷旁埃 还有拱还有带澳新的废水 这简直就是现在日月光事件的翻版 60年过去了 河川和土地其实还遗留有剧毒 一样无法使用 我们的镜头要带大家重回现场 来看看被污染的土地 还有诸在这里的人民何去何从 一年一席躺在病床上 只能靠老伴勉强照顾生活起居 还有这位领老先生 做了切切手术 身体饱受病魔产生 最后都敌不过自身召唤 我这不说我这不说 再打了都拿掉了 现在再一次再去检查软 60年前台检安慎厂在鹿尔门生产农药外销 曾经是台湾经济起飞的一大工程 但在制造过程中 却悄悄将含有大量拱大耀心的飞水 排到附近的河川 居民又将水里鱼虾吃下肚 犹如现金日月光翻版 掉泪抗争用尽激烈手段 终于换到补助金1814元 但2014年6月 政府将停止补助 在整个污染地区没有完成整治以前 或缩小面积之前 政府它不能厕所 关闭迷惑 抗争势必会陆陆续续 而现在这些高污染的废土 用太空包覆盖着 未来中石化研发热旋转炉 像用高温除去废土里的大耀心和拱 但会成功吗 这片遗家不能吃土地 不能种植 但隔一条马路 却是安平而阿的最大产地 看起来相当讽刺 土地是我们的母亲 任凭人类这些孩子 在身上肆无忌惮地践踏 但哪天母亲承受不住 不得不反哭 还有谁可以庇护我们